为什么中国人比美国人活得更累呢? 在中国似乎没有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 大家的观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所以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为物质生活而奋斗 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卷 过了中年为了孩子卷 即使到了美国也不例外 我身边的很多中国朋友 本来不是那么的有钱 但是愿意花光所有的积蓄 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 买一个非常贵的学区房 而反观美国人并不会追求价格特别高的私立学校 或者是昂贵的学区 当然特别有钱的人除外 在美国他们就是挣多少钱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而他们也不会为了孩子去牺牲自己的生活 通常就会让孩子上一个附近的一个公立学校就可以了 他们的心思比较简单而单纯 在物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攀比心 几十万的房子 几百万的房子 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爱攀比 只不过攀比的东西跟咱们不太一样 相比车子房子 他们更喜欢攀比谁家的院子打理的更漂亮 炒坪是不是比邻居的更整齐 在朋友聚会时他们也不喜欢聊工资状况呀 最近的工作状况相反呢 如果说你自己最近去了什么地方旅游 遇到了什么新鲜的事呢 他们反而会更感兴趣 因为这也证明你是一个很有生活品位的人 是一个更高级的学样 但是老美的这种松弛感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有多高 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比如在美国吃的方面更便宜 有钱人吃的东西 穷人也能吃得起 名牌名车也没有那么贵 普通人也都能买得起 生了病 没钱还可以欠着 或者是分期付款 或者是向一些福利机构啊 申请节免 有了物质保障 追求精神富足 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